你去找你爸妈 嗯 要他们那个退休卡呗 取钱来给我们还房贷啊 他们退休期那是他们要自己用的 那他们在农村 用到什么钱吗 一个月一百块都用不完啊 就因为没有在我的身边生活 才不能用他们的钱啊 他们要用多少钱呢 那他们有退休期就可以直接用了 我们在这里都 没有给他们养老 是不是 拿来放我们这里他们要用 问我们要就行了吗 他们那是他们的钱 他们要用还要问我们要 这个怎么能行啊 我都没有给他们养老 哪有这样子当爸妈的啊 自己儿子困难的很多不帮一下 都不主动把卡交了给我们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房贷啊 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了 那买房的肯定就这样子啊 就去上班就行了 如果你非得要拿他们的 养老来 非得要拿他们的退休金来来还我们房贷的话 那就把他们接过来吧 什么接过来呀 他们在老家好好的干嘛要接过来一起住啊 那这样子压力更大了 就因为他们在这里你要用他们的钱你就要 就要让他们跟你一起住 然后让让跟他们一起生活 还完房贷就不用了呀 还完房贷就不用了 现在真的是 哎呀好穷啊 想吃点什么都不敢吃啊 那你花他们的钱 他们在老家没钱用怎么办 一个月给他们一两百就可以了嘛 这老家能花什么钱 他们又不敢急那些 你真会安排我爸妈的退休金啊 一个月才给一两百那怎么够用啊 根本就不够用 省着点呗 省着点 你自己看看我们 好困难啊 你的工资 加完这个房贷 我们想 买个衣服都买不了啊 逛街都不敢逛 去吃好东西也不敢去 这太难了 如果要用他们的退休金啊 那就让他们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养他们那样才行 不想 钱给我们 他们就继续住老家 不想的 你又想用 用我爸妈的钱 又不想照顾他们 你这个女人 他们现在还能行动啊 干嘛要来跟我们一起住啊 他们要是来跟 我们一起住那花的钱更多了 吃这些要用更多的钱 花多少钱啊 就算花钱那也是花他们的钱 他们的退休金 他们的养老金 真的是 哎呀干嘛来给我们添加负担吗 是不是啊 什么是负担 那是他们 的退休金 他们用他们的退休金 而且呢 多余的我们都拿来用了 哦 那过难了 我们困难了 他们不应该帮吗 你是他儿子哎 搞得好像没有儿子似的 两个人就在那里潇洒的很 哪有这样子当爸妈的 你怎么能这样子说我爸妈呀 现在我长大了 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呀 美方那也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呀 又不是他们的想法 哼 反正呢 就是想用他们的钱 我 我不想啊 这样子 一直节节了 我想 啊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就想那样子啊 告诉你那个工资 我根本就不敢想 想买件衣服 都要货币之家 哼 你这女人啊 只想用我爸妈的钱 就不想养我爸妈 你这个女人真的是 很会算啊 我只是叫他们帮我们还房贷而已啦 不可能啊 那也不行 那也是要用 那也相当于用他们的钱 不行 你不说我自己说 要么如果你说 如果你用的话 那我就去把他们接上来 我要用 但是我不接上来 如果要用他们的钱 那我就把他们 接来城里面 就跟我一起生活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啊 是你脑子进水 我脑子哪里进水了 我是为我们这个家考虑啊 为我们家考虑 但是你为 两个老人考虑吗 我得为小孩考虑啊 那老人人生就过去了 小孩能要吗 小孩现在是长生理的时候 就要吃好的 吃好的 那你那你那你也上班啊 到时候你也赚钱 你那个那个工资 根本就不能吃好的 你看这个小孩瘦了 我也瘦了 跟什么似的 你瘦 你这个都一百多钱了 你都比我重啊 你还瘦 你都得 都一百二三了 我才一百一啊 你看我这个脸都不长肉啊 我不长肉啊 你看 你脸上那一朵肉啊 怎么跟你说就说不通呢 你不说我自己说啊 反正呢 你要拿他们的钱还房贷 那就要让他们 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自己跟他们沟通 我不让他们来 但是我让他们拿钱给我 我自己刷